与日本四夺亚洲杯冠军相比,首次进入这项萨士的卡塔尔,完全属于菜鸟级别。 在亚洲杯历史上,日本是夺冠最多的队伍,紧随其后的伊朗、沙特哥三次夺冠。 如果日本战胜卡塔尔,那么日本将历史上第五次夺冠,继续扩大在亚洲杯上的领先优势。 不过,顿俗日本好军的不是别人,而是他们最信赖的对象吉田马爷。 至塔至战开场仅仅12分钟,吉田马爷就出现了超低级失误。 当时,埃特拉姆阿菲夫左路拿球后冲船,阿尔默埃兹阿里进区内,被对球门左脚卸球,随后又脚调整,吉田马爷并没有进行贴身盯防,阿尔默埃兹阿里又脚到勾射门, 拳前修一侧扑无能为力,无奈角度太刁,球击中右侧立住内侧弹入球门。 吉田马爷在这次防守中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,没有想到阿里动作如此舒展,更没两道,倒勾打得更为精准。 当比赛进行到第27分钟时,哈蒂姆湖顶尖轰入一季世界波。 在这次防守中,又有吉田马爷尴尬的身影。 哈蒂姆拿球推进,吉田马爷没有去跟无球套洞杀入禁区的阿里,而是准备正面阻击哈蒂姆。 哈蒂姆打进世界波士后话,通过慢动作来看,吉田马爷小不明显跟不上哈蒂姆,象征性身腿一栏毫无意义。 在丢球的一瞬间,吉田马爷自我发现对自己是悟的不满。 日本在第69分钟时扳回一分,而且洞穿了本。 进亚洲被此前保持零尸球的塔塔尔的城池,日本是切大阵,大友般平顺至半超的机会。 然而,又是吉田马爷买雷,在自己家门口爆炸。 日本第三个吃球,还用多说什么吗? 完全是吉田马爷对哈蒂姆的脚球落点判断失误,再冲上前去,与哈蒂姆顶头球一触下风,球打在他手上判罚点球不愿。 但尼尔玛托夫还给了吉田马爷一张黄牌。 这让日本队长无语到了极点,因为刺球点球判罚没什么可说的,吉田马爷想躲开手球也是不可能的。 日本是本届亚洲北首次洞窗盘草尔球门的队伍,完成进球的南野拓时和其封线搭档,送出助攻的大破用,也理应获得一枚国家队比赛拼搏点奖牌。 而吉田马爷对三个丢球都有责任,回到英超赛场,也应该的胜途难安扶。